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管好自己,比管教他人重要 成长就是你最终会发现 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人到中年,收起心中支持 一个人开始成熟 就是不再强行去改变谁 也不拿别人的标准 评判自己 多年以前,我家楼下有一家按摩店 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她六岁的女儿 据说是外乡来的 女人沉默寡言,神色坚毅 每天迎来送网,默默招呼客人 小女孩呢,也不怎么说话 总是坐在门前的条凳上写作业 刚开始,人们对这对母女的来历 很是好奇 时间久了,便开始议论纷纷 说这个女人怎么不守妇道 被丈夫抛弃了 又说她开着这么一家店 也不知道背地里干着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够大 然而事实并非人们所揣测的那样 女人的丈夫是个酒鬼 对母女俩非打即骂 女人不堪忍受 带着孩子离开家乡 来到了这座小城 她的按摩店做的无非是些推拿的音声 然而人们只相信自己的意想 并不管背后有怎样的事实 在知乎上看过一个故事 有个男人每天下班后都要在厕所 偷偷换上高中生肖服 别上粉色发下 有人撞见了骂她神经病 一装屁 其实事情的真相是 男人的妹妹在车祸中去世了 受了刺激的妈妈额望症 只记得妹妹上高中时的样子 男人每天都要扮成妹妹的样子 跟妈妈视频通话 哄妈妈开心 有句话说 你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 除非你穿上她的鞋子走来走去 收起妄自评价的尺子 收起自己的傲慢与偏见 别人的苦衷你未必知晓 别人的泪水你未必能体会 如果你过得很幸福 没听过人间的哭声 也至少不要去随意评价 妄自揣度他人的人生 就像欢乐颂礼那句台词所说 你可以有不同的见解 但没有扔势头的权利 鱼己这是修养 鱼人这是慈悲 二 收起比较之耻 翠波鸟它们体型十分娇小 但筑起来的巢 却比自身大了几十倍 原因在于 若是将几只翠波鸟放在一起 它们就会相互攀比 筑比别的鸟更大的巢 直到自己筋疲力竭 生活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总在拿别人的曲子 丈量自己的生活 却忽视了身边原本唾手可得的幸福 热播剧《加油妈妈》中 海陆扮演的秦威跟自己的老公都是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 家里资源匮乏 凡事只能靠自己 两人到城市打拼 靠租房度日 他们把女儿的户口挂在亲戚名下 孩子也得已进入当地的金牌幼儿园就读 生活虽然拮据 但一家人过得踏实而幸福 但是当结识了一群都是阔太太的宝妈后 秦威开始心底失衡 明明只是普通家庭的全职太太 却样样都要向阔太太们看齐 别人开豪车接送孩子 她也谎称自己有个创业的CEO老公 每天都有专车接送 为了买学区房 她全然不顾家里经济情况 结果陷入套路带陷阱 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更加雪上加霜 秦威没有意识到 自己和丈夫没资源 没背景 能在大城市立足 已然不易 若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走 日子一定会有起色 让她生活跌落深渊的 是她的攀比喻 人活到一定年纪 就会逐渐发现 生活是自己的 跟别人没有关系 收起比较支持 是放过那个 总在盲目追逐的自己 就如有段话所说 别人的鞋再华丽 穿在自己脚上 未必合适 别人的碗再精致 端在自己手上 也未必合适 成长的意义 就在于逐渐看清 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什么又是自己能够拥有的 总是踮起脚尖去够 终归会失望 会疲惫 着眼当下 安守自己的生活 才是中年人 最难得的清醒 三 收起纠正支持 哲学家舒本华说 在和别人交谈时 要克制去纠正别人的冲动 尽管我们这样做出于好心 面对观点迥异 很多人喜欢打着 为对方好的旗号 说服指正 结果发生了争执 在一段交往中 如鱼得水 从来不是凭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而是求同存异 给别人话语权 给别人台阶下 为人处事 锋芒毕露 不一定有才华 而大智若鱼一定是有智慧 一个成年人能控制自己 不去纠正别人的欲望 是最难得的自律 曾记得在很多会议或聚会上 有人发言到最后 都不会忘记谦卑一下 如有不妥 请大家批评纠正 这说归说 如果的确有错误 往往也没人当面去纠正 因为大家都懂得这是一句客套话 不是说者的本意 孔子说过这样一句话 齐生正 不吝而行 齐生不正 虽吝不从 大致意思是 如果非得要纠正别人 前提是自己要无可挑剔 然而生活中 那些好为人师者 往往嘴上无所不能 脑子却空空如也 之所以言之凿凿 归根结底是表现欲作祟 气势夺夺 无非是想在人群中 占有一席之地 殊不知 当一个人的胸怀 撑不住欲望的时候 再优越的气势 也掩盖不了内心的脆弱 智者言语温和 气场威严 愚者占了上风 也没风势 王阳明在卢陵担任县令时 抓到一个罪恶滔天的大盗 手下对大盗进行了严刑拷打 大盗强烈顽抗 绝不屈服 王阳明决定亲自审问 大盗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说 要杀要挂随便 就别废话了 王阳明说 那好 今天就不审了 不过天气热 你把外衣脱了吧 我们随便聊聊 大盗说 脱就脱 过了一会儿 王阳明又说 天气实在热 不如把内衣也脱了吧 大盗仍是不以为然的样子 光着膀子也是尝试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又过了一会儿 王阳明又说 膀子都光了 不如把内裤也脱了 逆思不挂 且不自在 大盗这回一点不好爽了 慌忙摆手说 不方便不方便 王阳明说 有何不方便 你死都不怕 还在乎一条内裤吗 看来你还是有廉耻之心 是有良知的 并非一无是处 罪犯闻听此言 立即服软 认罪服法 你看滔天罪犯 也不是一无可举 王阳明正是用博大胸怀 挖掘到了大盗的廉耻心 才一举拿下 其实被认可 是大多数人的软肋 强服一个人最厉害的 不是杀伐决断的贬低 而是温而有微的欣赏 菜根坛里有句话 发人生气 不择人小过 不发人阴私 不念人救物 三者可以养得 亦可以远害 意思是说 做人要宽宏大量 不要只捉住别人错误 缺点不放 那样只会证明 自己的人品卑劣 胸襟狭隘 容颜 容人 容事 容许人家知错改错 便是造福 度人妒忌 人在年轻时日 偏向以单一方式 看世界 总觉得自己的一切 都天然正确 只有自己高峰低谷 都走过 才会在这落差之间 懂得发自内心 尊重每一种生活 三毛一生 浪漫随性 四处漂泊 好友蔡之中 却踏实沉稳 喜欢闭门创作 两人生活方式迥异 但他们从未试图 掺和与改变彼此的生活 三毛赞赏蔡之中的财情 会为他的心书写序 三毛经济拮据时要卖房 蔡之中就准备买下来 默默为他留着 两人彼此尊重 求同存异 他们的友情也一度被传作美谈 傅首尔曾说 观念的进步 就是要尊重每个人的价值 排序和人生选择 收起纠正支持 是克服自己的优越感 收起自己的炫耀欲 人活着 发自己的光就好 不用强行去为他人点灯 真正成熟的人 会允许百花齐放 允许小草也有他的春天 罗素曾说 参差百态乃幸福之源 这世上从来没有一把尺子 可以量尽所有人的生活 人到中年 经历的事情越多 对世界的偏见就越小 看不惯的很少 可以理解的很多 对他人不苛责 对自己不强求 活得越来越通透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